所以我剛剛在開始之前我在做那個 各位有沒有聽過那個冰人呼吸法 有嗎有聽過的話前數件1 我剛剛在因為我最近有在在玩那個 一些增加你的新陳代謝啊 然後增加染子效果的一些 一些習慣跟一些運動 然後我們會在冰水裡面待20分鐘 10度洗的冰水待20分鐘 然後就用那個呼吸法覺得好像蠻可以的 然後我剛剛因為頭有點不知道是缺氧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用了花點時間做那個呼吸法這樣子 好大家久等了 那我們今天是我們的這個 現在有看到我的畫面也有聽到我 看到我的畫面也有聽到我的聲音的 請按一下數字鍵的9好不好 我剛剛認了一下是因為 我剛剛會想要講 有看到我的畫面跟聽到我的PPT 然後覺得好像不是這樣 好所以 我們來 現在台灣很冷 還好我現在人在巴里島 還稍微熱一點 我現在穿另外一套 OK我們今天呢 久違的有一些PPT 然後我也會秀一些故事給大家看 然後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 臨載跟創新商業教練 也就是所謂的臨載 大家有聽過這個詞嗎 有聽過的話 然後我們今天算是一個分享會跟體驗會 然後 大家有聽過臨載這個詞 好 他是一個比較稍微心靈成長的詞 有些人把當作當下有些人會 因為是英文的詞嗎 PRISM嗎還是 所以 像我們有在做一個培訓 就是臨載師教練嘛 然後他是一個 我跟我另外一個合作的教練 我們都會 很習慣用那樣的方式來協助我們的客戶 嘿嘿 Open了10號就不見 OK 然後 那樣臨載師教練是有一點療癒的感覺 然後 你會創造出一個 你在跟客戶做諮詢一堆的時候 你會創造出一個特別的氛圍 我自己的感受 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你會創造出一個特別的氛圍 然後 讓你們的一對一的對話 讓你跟你客戶之間的對話 會產生一些超越你們思想之間的 空間的存在 好 我講的很玄 大家先聽聽看好不好 有些人可能覺得 可以理解有些人就說 我已經在這樣做 那有些人可能不是 有些人可能說 老師你在說什麼 我們今天會 但我們今天不會把臨載講太深 好不好 因為今天主題還是有商業教練在裡面 我會跟大家去講 我們為什麼要做 商業教練這件事情 然後為什麼他叫創新商業教練 然後 我們的一些理念 然後還有 那他跟臨載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好嗎 然後在那個 我們創造出那個氛圍跟空間裡面 往往我們會在一個特殊的狀態底下 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客戶的問題 該怎麼辦 有時候客戶也不知道他的問題該怎麼辦 但是在那個靈在底下 卻會 生出一個特別的一個智慧 然後那個智慧會讓 我們在這個場域裡面突然知道了 好像有一些答案 然後 有沒有聽起來很玄 覺得很玄的話 前按數字鍵的2 覺得其實 我有這個經驗 還可以接受的話 前按數字鍵的3 好吧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是這樣 我們這裡一封信 邀請大家來 來參加這個東西 OK按3的人 我看起來都是 可能有體驗過我們 來我們幾幾模式 或是自己有在做一對一的朋友 好像冠宇是 就是 那個創新的學生 所以就大概可以理解這是什麼 好 那 為什麼他對於商業 創業的人 他們的事業成長會有幫助 這是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們會先從Why 開始談 OK 然後在正式開始之前呢 我今天 跟前幾天我們上課的時候一樣 我要先當一個 朗讀的 朗讀比賽的 小學生 我想要先朗讀一篇 我的這個 合作的教練 一個來自日本的教練 他寫了一篇文章 那今天呢我們會 我們先 我先念一下他的文章給大家聽 大家知道那個 Natasha是誰嗎 我知道畫前還是數件的五 不知道畫前還是數件的六 我來一下那個 讀 信 我今天呢會 慢慢的有很多朗讀的時間 來跟各位分享我們所有的一些故事 所以 我沒有比較輕鬆的那個狀態 就是 雖然我有準備一些PPT 但是不是那種 要給大家抄的 我還是會 盡量用 我在一對一 coach 我是團體教練的時候 用的那樣的一個狀態來跟大家聊天 今天有個同學跟我在上我們的課的時候說 他連續三天聽我們的那個奇蹟模式的線上的課程 然後他說他聽一聽 他有時候沒有專心聽就是邊忙一些別的事情 可是聽完之後就覺得好像 聽完什麼師父 念經完的那種輕鬆 我想說我在念經嗎 沒有我在 我在朗讀 但是我現在要朗讀的這個東西是跟我們的這些內容是相關的 它是一個新的名詞 然後叫做 毒性生產力也支配了你的生活嗎 OK我先念給大家聽 然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的朗讀 好不好 我們輕鬆一點 那好 他是這樣寫的話 他說因為他住東京嘛 所以他說 這幾天 東京開始有了冬意 冬天的冬 聽說台北也變冷了 你所處的城市 也開始進入冬天的節奏了嗎 他說 其實本來這個月的文章已經寫好了 可是今早 收到一封電子信 信的標題出現一個他從來沒有看過的詞 我要用第一人稱還是第二人稱 沒關係 都給大家稍微聽就好 所以那個詞激發了 我的好奇心 這個詞呢 他暫時把它翻譯成叫做 毒性生產力 他說什麼是毒性生產力 就是指一個人對於生產力 以及效率的追求 主宰了大部分的生活 然後陷入了一種 彷彿自己別無選擇的這個 陷阱之中 然後具體 怎麼樣是中毒的現象呢 就是 我們的腦子裡可能會總是在轉 說 我有什麼 事情還沒有做完 我現在有點時間 我可以做點什麼事 然後 中毒的情況會是 當你感覺到自己沒有在幹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 渾身不對勁 因為不安 你會立刻想要找一些事情來做 然後 可能的表現可能是 中毒的表現可能是 你常把做事放在 人的前面 你對於結果 效率 完成度的重視 高於你生活中的其他一切 例如高於你的身心狀態 或是你眼前的這個關係 然後或是事情的成果大幅度的影響了 我們的自我價值感 如果事情有做好 我們就可以喜歡我們自己 那如果事情沒有做好 我們就不知道在怎麼樣喜歡我們自己 甚至是厭惡自己 然後 我繼續讀下去 他說當我聽到以上 尤其是第三點的時候 他整個人抖了一下 可能冬天蠻冷的 因為 他說完全就是我 那 我也想在這邊跟大家互動一下 我問大家 你覺得上面這三點你有中的 你有沒有中 你覺得有一點 你自己好像也有這樣的感覺 前半數之間的意義 他說根據一個心理師的分享 就是 如果 三個都中 你很有可能 中什麼 生產力的毒 什麼意思呢 什麼一回事 就是說 生產力跟效率本身是好的 他幫我們用很少的時間 完成更多的事情 是促成人類科技發展 幾文明的一個 一個元素嗎 或是根本 可是如果走過了頭 他就變成一種毒害了 因為 他的毒害來自於哪裡 他的毒害來自於 我們把生產力 我們把效率 我們把成功快速產生結果 短期內產生結果 這件事情 當作安全感跟滿足感的來源 可是我們沒有發現 他只是一個短暫的舒緩的快感 然後代價就是錯過了當下 錯過了前面的人 錯過更真實的 此時此刻的生命 然後 導致我們會失去一些連結感 然後感到一些空虛 接著我們就必須要用 做更多的事情來處理 這個空虛感覺帶來的 不適的感覺 我們用效率生產力 讓自己獲得短暫的 舒緩 惡性循環就開始 對不對 這是他寫的這篇文章裡面 我覺得一個 蠻 蠻 跟我們今天主題蠻有相關的一個 一個段落 OK 我的朗讀先到這個地方 那跟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什麼關於 林哉跟 創新商業教練 的這個主題 是這樣的 現在有看到PPT嗎 有看到的話前數字間的9 我這幾年在做一對一的時候 在做 不管是培訓 不管是做奇跡模式的課程 或是我一對一的商業教練的客戶 或是我培訓 所有一些商業 創新商業教練的學生 我們其實也會類似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看見 什麼看見呢 就是 有一種叫做 毒性生產力的模式 就像剛剛我那篇文章跟大家講一樣 它的狀態就是會 它其實是一種上癮症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沒有生產力 你覺得你現在很廢 然後 你覺得你沒有達到你的目標 你就會覺得該做一點什麼事情 的那個感覺 然後在奇跡模式 或是我在做一對一的時候 我們說這是一個 蘿蔔鞭子的燃料 什麼叫蘿蔔鞭子的燃料 就是 你是設了一個目標 然後你認為你設一個目標 就會往前衝 然後但是當你設定目標的那一刻 你就被你現在還沒達成目標的鞭子 給持續不斷的鞭打 然後你早上醒來是被鞭子打醒的 然後你無所事事的時候 會被鞭子給驅測 然後你的整個事業體 你整個假設你是創業 因為我們今天講商業 大家可能是對成員商業教練 有興趣或是自己是創業的人 然後你的整個事業或是 你在運作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起心動力 一個氛圍 來去做決策 來去做決定 來去做事情 但是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 我們運用任何的燃料 我那天舉個例子 我們做的任何的事情 跟我們當下的狀態 我們當下能量的狀態 包含身心靈的這個狀態 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所創造出來的事業體 好了 它可能多少都會帶著 我們創造它的時候的那個氛圍 能量或是震動 然後那個感覺就是過度計畫 控制焦慮 然後期待短期內可以創造一些業績之類的 那但是我在這幾年我看過 我有好幾個 有一些客戶 他們在沒賺錢的時候 也是這樣推動的 可能有一個做保險 做保險 做業務的他 付債一千萬 然後所以就 因為這個動力 一直不斷地去追錢追錢 然後當他還完了之後 他人整個空掉 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所以不想再設目標 然後 或者是他覺得 那我要再設一下目標 那他的感覺就覺得 那我不是 我好像跟之前是過一樣的生活 每天都要被 焦慮推動 就算他已經沒有那個錢了 但是 這意味著我們創造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當時能量狀態的放大 然後 我有另外一個客戶也是 就是他可能 兩三年前他一個月 一般的上班族 兩三年後他一個月 可以賺個 可能兩百萬到五百萬台幣 然後但是他再來找我的時候 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說他沒有感覺到自由 他覺得 他會很擔心下個月 這個禮拜客戶諮詢量 如果變少了怎麼辦 然後下個月如果 沒有更多流量怎麼辦 廣告的 的頻率如果 改變了 就是 演算法改變了怎麼辦 也就是說好像看似 也許你用這種 毒性生產力的方式 蘿蔔編製的方式 也就是我們所謂稱的 驢子模式 把自己再像當驢子一樣這樣打 然後一直看蘿蔔追 來去 建立你的事業 那那個感覺就好像 你是一輛法拉利 但是你卻放了 摻著大豆沙拉油的染料 再跑這段旅程 然後你會製造的廢氣 跟你這個車體的傷害是很高的 然後那有些人可能沒有賺錢 對不對 他會覺得我應該要出現在這個狀態 我才能夠 我才能夠成功 但是其實 這個狀態 如果不一定能夠真的有效幫助我們成功的話 然後那就算成功了 結果創造出來的 這是原本的 原本的焦慮變成更大的 更大的雪球 我不是說這樣做不會賺錢 就是有可能會賺錢 可是也不是保證 百分之百有可能 然後這跟我們在 我在服務我們的學員 的客戶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人 不用把我們自己當驢子 對不對 那有些宗教說 天堂在哪裡 天堂在人間 所以 其實除了毒性生產力的這個模式之外 除了這個蘆菇編子的模式之外 除了這個蘆菇編子的模式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我們常講叫做 彎尼巴的模式 對彎尼巴的模式 那 彎尼巴模式是什麼 彎尼巴模式我們這邊稍微解釋一遍 就是 如果我問一下 各位 你們今天他這場活動是 平常有 follow過我們的一些訊息嗎 然後可能你有看過一些內容 可能剛剛我跟其他客戶 同學的訪談 才來的 潛安初識見的2 那你是完全都不知道我們最近在幹嘛 然後對這個主題的興趣來就來 潛安初識見的3 好嗎 我今天會 除了朗讀之外會講一些故事 OK 蠻多人是有在follow 所以才來的 好 所以 我們剛剛講到另外一個東西叫 玩尼巴模式 因為這 在我們的平台裡面 有很多我跟 我的其他的客戶在聊的一些內容 你可以體驗到他們那個能量狀態 就像上面寫的一樣 各位這PPT 看 參考就好 為什麼 因為PPT是我請AI直接幫我 就這樣做出來的 對我今天下午的時候在玩 AI產PPT 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但他寫的還OK 我給他的資料他寫的還OK 專注於內在激情娛樂創意 充分發揮自然的動能 對 稍微他有get到 對 他有get到我們的那個 OK 然後 那玩尼巴是什麼樣的概念就是 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不一定需要鞭子跟蘿蔔 你才可以往前進 不需要 有些人會說我沒有目標就沒有動能了 這個其實是個迷思 當我們在小時候的時候 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人喜歡玩的東西不一樣 像我是鄉下的孩子 就是 我們可能真的有玩過泥巴 然後去山上採草莓 什麼的 那 當我想要去玩的時候 不是因為我爸告訴我說 你玩玩得好給你100塊 也不是因為我媽說 你不玩 我就被打你 拿吞跳打你 不是 我們就是因為想玩 對不對 然後 那個能量是很充沛的 沒有內耗的 沒有蘿蔔 不需要蘿蔔 沒有人鞭打 你是因為想玩然後跳起床的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生命智慧 或是這整個自然宇宙 它本身就是愛玩的 不然它不會製造這麼多物種 對 那是它的原始那個設定 其實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模式 就是我們在賺錢跟事業經營的時候 所有創業的人 工作也是一樣 我們其實有 有這兩種 當然可能還是會有別種 我們在那個奇蹟模式裡面就有講 還有更多不同的遊戲 對 但是玩泥巴其實是一個天然的一個動能 然後 我們會有這兩種 但是 我要說的是 如果我們採用 我們在建立我們事業的時候 我們採用的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系統 然後我們去提高它的效率 你最終會得到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很有效的 但是卻生產糟糕的一個系統 同意嗎 就是 我不知道各位有一個系統的概念 就是 假設你想像一個機器 你知道怎麼樣去生產一個東西 現在應該沒有人在吃飯吧 你知道生產 你知道怎麼樣生產那個 大便 這個機器按一下然後去產大便這樣子 對然後 然後你把這個機器的效率提升 到最後 它會產出大量的什麼 好這個就擺在行李就好 我希望各位想像那個畫面是那個 那個阿雷拉的那個 就是用那個一個漫畫 就是她一個卡通女生 然後她喜歡用數字戳那個可愛的大便 我希望大家想像是那個會舒服一點 好不好 就是你用一個糟糕的系統去提高它的效率 你就會產生一個 就是放出更排放毒素的系統 傳播毒素的系統 如果我們用焦慮跟壓力來經營我們的事業 或是我們帶出來的客戶跟學員 如果我們用焦慮壓力來經營我們的事業 對不對 這個焦慮跟壓力會不會感染給周遭的人 各位有沒有感染過別人的焦慮跟壓力過 你告訴她說我們竟然一定要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你 然後 你一直不斷的很害怕結果沒有完成的去做 對不對 那會成功嗎 就是 嗯 也有可能會成功 對 我覺得不成功還好 你知道嗎 現在最怕的是成功的 因為成功的會怎麼樣 成功的別人就會來問你 你怎麼做到了 你會告訴她說 焦慮與壓力 還有 不安全感 不滿足的感覺 這些一直督促著我往前衝 因為人類都有一個迷信權威的一個 的一個迷思 我們會不知不覺 就是她只要一個 我們想要達成成就 她達成了 我們就會覺得要聽她的話 然後 可是我在我coach這麼多人的時候 我發現 其實一個人 不會知道自己怎麼成功的 就像是有時候 有些同學有問題來找我 他們會做 他們會說他們遇到挑戰是什麼 然後我發現他們的邏輯會是 我遇到這個挑戰是因為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但是當我們深入去探討的時候 這個因為是沒有關聯的 他覺得他沒有把這件事情做好 他需要的是時間管理 在實際上他只需要 實際上他只是沒有做他真的想做的事情 或是我這件事情沒有做好 是因為我不自律 事實上他只是沒有好好的享受去玩之類的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我的關係不好 是因為某件事情 但是這個邏輯 這是我們自己想像出來的邏輯 好像合理 可是實際上 實際上那個邏輯是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當我們民訊權威 我們去問他 然後他也傳播壓力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個方法做事 我們會把焦慮跟壓力帶回家裡 然後待會我們的員工帶給我們的客戶 然後這就是一個毒性的傳播 有沒有傳播的是 我們在傳播的是 毒素壓力跟 跟不好 那種不舒服的那個感覺 但大家沒有意識到 因為大家會覺得成功者是這樣說的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 目標導向或是 然後 被 有那種緊繃的那個感覺 可是現在其實就已經有很多研究說了 就是一個人 如果 當下是在快樂喜悅的 他反而更有生產力 更有創造力 所以如果今天是反過來做 就是 你自己或是我們協助一個創業的人 我們協助他怎麼樣 我們協助他 真正的去發揮他的潛能 就是處在一個自在的狀態下 然後 處在一個玩一巴的模式好了 處在一個天堂的模式的狀態 他沒有 毒性生產力 他沒有蘿蔔跟鞭子 然後 他可能會怎麼做 他可能就會像一個 一個很快樂或是 很豐盛的一個藝術家 他今天會想要畫什麼 他今天會想要怎麼分享 分享什麼東西給這個世界 然後如果創業家也像個藝術家一樣 一個出自於原本就豐盛 快樂圓滿的朋友 沒有 沒有蘿蔔溫跟鞭子 他看見 毒性生產力這件事情 那他可能會分享感染更多快樂能量 給周遭的人 那周遭的人可能會怎麼樣 他的員工可能會感受到這個快樂 然後就會很沒有壓力的時候 然後就會很有創造力 然後員工再把這個幸福感帶回家裡 然後跟這個人合作的人 跟這個人合作的人 你會覺得 跟你合作感染到了一些什麼 體會到了一些什麼 好像跟一般外面的人 不太一樣 然後在外圍的人就會看到 這群人怎麼玩得這麼開心 然後他們好像玩得 也沒有說 就是玩就沒有辦法成功 的感覺 那些在教室裡面的人 就寫寫作業 考考師就會覺得很想要出去玩 的那感覺 他們會說 啊這樣子也可以喔 這世界上其實有另外的一條路 所以這就是我先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創性商業教練 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價值 就是我們協助客戶 進入像這樣的一個 天然動能的一個狀態 那然後呢 進入一個天然動能狀態 會發生什麼事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是我今天要來 開始跟大家去 講故事的地方 所以大家喜歡 聽一些故事嘛 喜歡的話 其然數字間的意義好不好 到目前為止都還有 還有跟上嗎 還有還有 還有 還可以 接受這個 還可以接受這個 這些概念嘛 還可以接受的話 其然數字間的意義 到目前啦 就是 如果你還跟得上的話 OK 感謝我們的Carto 還有 喔 宣子嗎 OK 還有千惠 好 所以 我今天就是會 給大家看一些故事 聽一些故事 因為我直接用他們的一些案例去分享 就是說 如果你開始進入到一個 你協助人 或是你自己進入到一個天堂模式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遇到最常大家問我的問題是 老師這樣子真的 可以嗎 可以賺錢嗎 對不對 像這樣躺平可以嗎 那經過 這幾年的 實驗呢 我覺得有一些 故事可以去跟大家講 好嗎 好 我先 我有一個客戶呢 他 他在剛開始來找我的時候 OK 那其實我們在YouTube有他的影片 他在剛開始來找我的時候 是一個狀態喔 他說什麼 他說他一開始 他的目標是什麼 就他跟我一對一的時候 他說他的 因為FB廣告的轉換率下降 觸及率下降 或是 這些相關的 我們在座有沒有 有沒有朋友是做 大家是創業的朋友嗎 是創業的朋友 請按數字鍵的1 然後是 想創業的或 或者是上班族請按數字鍵的2 好不好 大概知道一下 其實我今天本來一開始要 來跟大家問一下 但是你們今天可能會比較 我講到速度比較慢 所以今天要先 我就直接開始講喔 我看到那個Carto說 由小到大都被教育 要好好認真 好認真的學習 一開始在玩 但過一陣子就變得很認真 在做事業 對對對 這是我 許多來找我的客戶 我看見的 我們發現的狀態 就是 多數人的開頭 對 多數人的開頭都 都是輕鬆的 都是好玩的 但是 到了一半的時候 就會突然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然後就會看 別人很認真 很辛苦 的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有一個客戶呢 我現在想要找一下 他的那個畫面 給大家看 啊 我這邊有一個短影片的畫面 呃 大家有聽過那個精靈 商學院嗎 應該叫精靈商學院 有聽過畫前數件的3 沒聽過畫前數件的4 就是有一位叫做 Lidia老師的 有些人有聽過 好 他們是在做 財務建築師的那個 培訓嘛 然後協助大家去 去理財 之類的 欸 我這邊這個畫面不錯欸 好我就用這個畫面好了 好因為 這邊我沒有我 我今天沒有時間去 傳我的那個 一些客戶或是學生的 照片給 給我們的AI 所以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直接秀PPT 但是我還是想給大家看 感覺會比較 不一樣 好 結果我有一個客戶 欸我看一下他在那邊放大 這一位 這個 精靈商學院的精靈老師 右邊的這個 好 那 這樣看大家會比較有感覺 他在一開始來跟我們聊的時候 他想要的是什麼 他想要的就是 他受困在 廣告流量轉換率跟流量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我們大概合作了一年左右 然後他也有來上級機模式 我們這樣持續的一對一 那後來呢 在中間有發生一些奇妙的 奇妙的一些事情 像是 他已經沒有開始在做廣告了 然後 可是他在中間 他有一些專案發展還不錯 然後順利的轉型 我可能算是蠻 蠻時常在幫助在轉型的人 然後 他竟然有客戶 直接幫他開了一個課程 開了兩個班 就是 他不用做任何行銷 就一個人就 霸上桃有沒有 就是直接找到兩個班的課 然後就開了 然後他的書要出到泰國去 然後他的很多 很多課程都 都還蠻受歡迎的 就是還在持續 在run他的事業題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 很開心 然後 他一開始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說他有點 靈肉分離有沒有 他有點 不知道該 怎麼做才可以讓事業成長 想要轉型 然後可是後來就是在 這一篇 這一篇 訪談裡面 我們就去 跟他聊 我後來就問他說 欸 我想起來 你當時說的那個 你現在那個廣告的部分 一開始受困的部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完全忘了這回事了 完全 已經不知道有這個問題了 對 然後 我就我就在問他說 欸那你 你覺得你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人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 就是 給他玩起來 呵呵呵 他說 就是給他玩起來 對 對 然後 這是一個故事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經過一年時間 然後再聊 他的事業之後 然後我另外一個客戶呢 他叫做 我看一下資歷有沒有他 等一下 我來找一下 另外一位 等一下 應該有 我找 另外一位是一個香港的 香港的學員 這邊 大家有看到嗎 有看到的話 前世間的酒 好不好 然後這位也很可愛 他以前跟我諮詢了一年 然後後來中間一段時間 他又自己出去玩一玩 然後在今年他又回來找我 繼續做一對一 然後他今年來找我做一對一的時候 那個 他的概念說 他想要去做一個持續性的商業系統 他覺得他每次就做一下停一下 做一下停一下 然後不做的時候覺得 好卡關還是 這個事業好像不會自動的去run 還是怎麼樣 他覺得 他常常會覺得 有一種事業倦怠跟卡關的感覺 然後他的 產能是停滯的 他的 IG的貼文呢 他就一直因為定位問題就卡住了 他就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然後大家後來我們跟他 我在跟他一堆深入的去聊的時候 用我們創意商業教練的這些概念 就是我們帶商業教練的概念去跟他聊 然後聊完 我們聊了幾次 合作幾次一陣子之後 他後來變成一個很特殊的狀態 他有一次就突然跟我分享說 老師我說怎麼了 他說 上個禮拜到今天我跟你諮詢的時候 我每天都有諮詢跟直播 我說是喔 然後他以前不太喜歡這樣接的 可是他 突然進入到一個天然動能的狀態 每天直播 每天諮詢 完了之後 還有經歷跟他姐姐一起在家裡追劇 他就是那個動能一直很滿 就是當我們在做一對一coach之後 我們可能協助 臨載或是 類似的一些我們教練的方式 然後讓他看見一些事情 他不會覺得累 對 然後 他之前來上那個我們奇蹟模式的時候 就突然有一天 他突然有一個靈感 然後就 原本他都不會去做 有一個靈感他突然去做 然後就突然就賺錢了 我們那個客人五天嘛 五天中間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他突然有靈感就啟動去賺錢了 然後我們課程中 另外一個學生演師 就是可能上 可能上奇蹟模式上到第三天 就突然有一個靈感 然後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 內在制約師跟想法的阻礙他 然後就去做了 然後他們都 莫名其妙賺錢 然後 像Sally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一個事情師 他有一天突然 搭飛機很害怕坐飛機 然後 原本就很害怕坐飛機 然後想要 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別人這個問題 結果他就突然想起一個朋友 然後那個朋友就 他就聯絡那個朋友 那個朋友就跟他說 我剛好有這樣一個產品 然後他說 是喔 然後說太好了 然後結果Sally他自己本身 有學 IFA的國際方聊的執照 但是他還沒有去考 他就想說那他順便去考 他去考 然後 結果突然有一天 就是 贊助 因為他也是旅遊部落客 贊助他的航空公司 告訴他們說他們想要送一個禮物 給所有坐飛機的他們員工 或是他們的客人 然後我就問Sally 有沒有什麼想法 然後Sally就突然想到 上次介紹的那個產品 然後所以他就 他原本想要做那個產品沒錯 可是他想要 就是要有行銷 要做什麼帳號 要做什麼 結果這些都沒有 他就只是 有一個靈感 問了一個朋友 突然別人客戶找上門 然後就接了一個大單 他說這個是他的 斜槓收入 對 他就是斜槓教練 然後這很多斜槓的東西 然後他 他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業 比方說大家 他是斜槓教練 可是他現在 都在做身心靈的課程 蛮多身心靈的一些課程 然後他也沒有太多的 在經營他的IG了 對 因為我們發現到 他有一個獨特的資產 別人模仿沒有用的 他只需要發線動 就會有客戶了 對 他一開始很困惑 他是不是應該要做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這些困惑都不見了 需要有什麼定位也消失了 然後可是客戶就一直來了 就是 天然動能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天然動能 能不能賺錢這件事情 是可以賺錢的 然後呢 我們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客戶 我現在突然想起他 我今天有問他說 可不可以請他分享 這個 我可不可以分享他這個故事 但是 他說可以 沒問題 現在還有看到我畫面嗎 我現在畫面在Instagram 有看到的話 請按數字間的酒 OK 好 各位 現在有看到這個IG嗎 這個IG是 有follow他的嗎 有follow他的嗎 現場有沒有人有follow他 有follow的話請按數字間1 沒有的話可以follow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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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follow的話請按數字間2 OK 那可能是不同 不同圈子的人 對 好 他是一個 他是我們 他之前也是我們的客戶 有來上奇蹟模式 然後跟我們的教練課 然後在他的 IG的這個地方 前幾天才follow的 這麼剛好 他最右邊這個地方 他有一堆奇蹟模式的一些 一些分享 然後我今天就 跑來他這邊看了一看 他就有分享我們講的一些概念 對不對 那 我看一下 我跟他講 跟各位講一下 他的這個故事 他主要說的是什麼 對他這邊也是講 總之呢他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現實動態裡面 有一些 就是在專門在分享奇蹟模式的 這個 的內容 然後他都會推薦大家去 推薦大家來 來學習這樣子 這樣子 OK 然後 他有一次在私底下的時候 跟我分享說 他只是跟他的合夥人 他有一個人 講說你相信做少得多 呵呵 你相信奇蹟模式嗎 然後他的合夥人 就跟他 就聽了他聊一聊 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 他的合夥人就 哇 就很開心 好像找到一個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他說他的合夥人就開始 瘋狂去玩泥巴了 然後他自己在跟我分享說 他合夥人好厲害喔 只是聽一聽玩泥巴的概念 然後他就跑去玩泥巴 然後那個月好像收入已經快破百萬了 所以我要說的是天然動能 能不能賺錢 就是我覺得是可以的 對 天然動能是可以賺錢的 所以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天然動能到底是不是真的能賺錢 還是怎麼樣的 講到這邊 我想要問大家的事情 如果是 如果你自己 或者是你可以協助到你的客戶 因為我在這個行業 我們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像是 如果有些人 你們是有一些客戶有沒有 你們在創業的 然後 我有很多的客戶 他們 都會遇到 曾經都遇到一個狀態 就是我已經把SOP交給你了 我已經告訴你投資要怎麼做了 我已經告訴你創業幾個步驟 我已經教你房地產怎麼搞了 我已經跟你說怎麼做會成功了 但是他們就不會去做或是 或是行動力很差 或是 或者是 或是容易放棄或是做不出來 還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困擾呢 教練 講師自己都會怎麼樣 其實也很困擾 然後會發展出另外一個學 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這個學生沒有準備好 你不願意接受有些人的概念 你不願意改變 類似這種 有些人會有 每個教練跟講師就會發展成 發展出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也不是他們的錯就是 可能 大多數人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或是你周遭有沒有過這樣的現象 或是你自己是教練 你自己是老師 然後 你發現 你交給學生的東西 雖然你覺得很棒 但是他們好像不一定能夠成功耶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有的話前人數之間的意義 好嗎 或是你有看過類似像這樣的一些事情 OK 然後 所以 但我的這些客戶他們 開始這樣去做 然後有一些奇妙的一些 狀態發生 那到底是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我會說 我會說 這邊有一段話 我蠻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這是薩古鲁講的 他說 如果想要在任何領域發揮創造力 你必須觀察 盡可能深入的去觀察 然後 你就會 看見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你就會帶來一個非凡的視野 那這句話跟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好 我這些客戶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OK 是 有關聯的 什麼意思 因為 他們做到的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 我會帶我的客戶他們去了解一句話 那我有時候在 在我們的創意商業教練課程裡面 會有這個畫面跑掉了 會有這句話 這句話是這樣說的就是 一個商業上的成功 商業上傑出的成果 往往不是來自於我們 焦慮的計畫或控制 而是來自 外部競爭 發生的自然轉變 以及突然出現一些機會 你剛好在那個上面 然後 或者是你像牛頓一樣 突然接受到一些靈感 為什麼這麼多人 被水果打到 這牛頓會 會接到那個地吸引力的靈感 之類的 有了解是嗎 這是我們在 創意商業教練裡面的一個 一個概念 就是商業上成功 其實不一定是來自我們控制的 而是 外部發生轉變 你剛好 暗箭了 你的觀察力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句話一樣 你的觀察力 你深入的看見了這件事情 你看見了機會 或是你剛好就在這個緣分上面 或是你內在突然有一些靈感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那幾個客戶上面一樣 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突然有些靈感然後馬上去做 然後做了之後 就賺錢了 就這麼簡單 對 然後所以 這就帶到我們的 商業教練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我們以往 好講到這邊 我其實想要去問一下大家 你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你是自己創業想要找方法呢 還是你想要成為一個商業教練呢 就是你想要了解看看 林在跟商業教練 怎麼結合 怎麼樣幫助你客戶 有這樣的朋友嗎 有這樣的朋友嗎 有這樣的朋友的話 前述是件的1 就是你是教練的 然後你想知道 林在商業教練 或是你想看看 自己能不能走商業教練 請按數字件的1 那如果你是 自己是創業 然後想聽聽看這兩課 對你有什麼幫助的話 請按數字件的2 好吧 或是有其他的對象的 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來的新朋友 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來的理由 可以簡單的打字跟我分享 你來這邊的理由是怎麼 你來這邊你想要 你今天你想要知道什麼 你想要學到什麼 你希望 你可能有點期待有什麼樣的收穫 好嗎 我會想要了解一下大家 OK 大家可以打字來分享一下 那我一樣繼續講下去嗎 我們今天可能最後面還是可以給大家一些QA的時間 我們今天就是講故事跟朗讀的部分 好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那一點是 商業上結束的成功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是 我跟大家講我那些客戶的故事 然後那他們怎麼做到的 來自於其中一句 就是我們在創新商業教練 在培訓商業教練的時候 會跟大家說的這個概念 然後那這個概念呢 就會帶到 好那商業教練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以往我們所認為的商業教練 可能大家會覺得是 你就是要教怎麼創業 創業SOP 行銷流程 怎麼樣募資 怎麼樣找員工 然後怎麼樣談判 怎麼樣銷售 怎麼樣行銷 怎麼樣管銷 管銷什麼的那句話 大家知道嗎 對 好像是在教這些 教槓桿 教斜槓 這類的東西 然後但是我們這邊的商業教練的 的 的價值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透過 臨在世的教練 然後還有商業的應用 這兩個工具 成交人發財 對謝謝OFAN老師 感謝 我今天需要大家的大腦 你知道嗎 我希望大家多跟我分享一下 對對對 然後Aaron說什麼 好想找到在工作中的動力 不只是領域還是個性 好 我覺得 對 這個 可能跟我們今天一開始講 那個也會 有一些關係 好不好 就是因為這整個社會給我們的 給我們的這個 動力的這個觀念的燃料 就不太一樣 好 所以 我們這邊所謂的創意商業教練 他的價值是 你透過臨在世教練 還有商業上的應用 當然中間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我待會兒講你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 在於這條路上的一些成長跟看見 我有一些 待會兒有一些另外一些客戶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 你可以提升你的客戶 或是提升你自己 哪些東西 潛能 生產力 創造力 來達到 事業成長的方法 事業成長很多方法 很多會向外求 我要怎麼樣畫更多錢打廣告 我要怎麼樣 搞定更多演算法 我要怎麼樣學到更多的 社群平台 或是流量平台的一些 流量紅利 對 大部分人在追求是這個 我要怎麼樣提升我的轉換率 然後 我要怎麼樣找到 最厲害的人才來幫助我們自己 對 但是呢 這些是向外的方法 我很喜歡另外的概念是 其實事業成長有儀 還有另外一條路 這條路就是不需要往外再花成本 不需要打更多廣告 你只需要把你自己個人 或是你的合作夥伴的狀態 讓他們更有創造力 更有創新的能力 更有生產力 舉個例子來講 我有一個 我有一些客戶 我蠻多這種 三分鐘熱度的客戶 因為我自己也是 他們就是會有那種 覺得自己不自律的習慣 就覺得自己 成功一定需要自律 然後自己都不自律 然後不會好好的去 認真進行他們攝取媒體 然後 可是在我們合作一段時間 或是他們上課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就開始了一些專案 有些人突然開始日更了 可是他沒有覺得很累 就像我剛剛講Sally的例子 他突然開始每天接諮詢 然後 他那天回來跟我講說 老師其實我那時候想要發展什麼 可以持續發展的系統什麼的 我想要知道那個答案 可是我現在發現那個答案 其實不重要 因為我一直做就會有了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看見 我們在發展系統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我們想像一個 或是借一個系統來 然後套用 另外一個方式是什麼 另外一個方式是發揮我們的創造力 先做出來之後再歸納 你就知道你的系統是什麼 有兩種不同的這種方式 那我的客戶通常會進入後面那一種的方式 那後面那種的方式呢 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突然很有生產力 突然很開心 突然很覺得很好玩 突然很有創造力 然後周遭的人就會跑去問 這是真實的故事 周遭的人就跑去問說 你們出產這個Podcast什麼的 好有好自律喔 對 好認真 就是很有生產力 很有產能 然後我的客戶就會 歪著頭 有些心想說 我從來不覺得我自己自律 我一直受自律這兩天自困擾 結果 到後來他不在意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外人看他很自律 然後呢 所以 如果你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你可以做得兩倍好 如果你有一個 然後呢 你做得兩倍好的過程之中 你用所謂的創造力跟創新 來去完成 不一定要花兩倍時間 然後或者是你進入到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是 你真的好喜歡玩某個遊戲喔 所以那個遊戲 你自己不會想停下來 對不對 那個就是一個內在躺平的感受 就如果你可以幫你自己 幫助你的客戶 進入到這個 內在躺平的感受的話 他對於時間的感覺會不一樣 然後他創造出來的東西 也會不一樣 然後他能創造出來的事業成長 價值也會不一樣 然後這件事情呢 不需要花外在的成本 所以 創新創業教練真正的價值呢 就不只是時間 不是我們所花的時間 如果你成為商業教練的話 重點不是你花的時間 然後呢 不只是時間 然後也不只是 你幫助別人的成長跟數字 就是 大多數你在外面看商業教練 行銷教練 強調的都是什麼 強調的都是 我幾個月幫助誰賺多少錢 然後我幾個月幫助別人 事業翻倍之類 當然我今天也會講一些啦 可是 其實 當我們看到這些示範的時候 每一個人想要來進入到這個行業 幫助別人賺點錢 或是做商業經營的時候 就只 只會模仿同一條路徑 就是只有 我也 就是我也希望我的客戶見證 也是那種幾個月賺多少錢的 不然我就覺得我很難做下去 不然我們怎麼跟這些人比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沒有講OS 有的話前數是見證3 然後你就希望 要一個很有數字型的那種 幾個月賺多少錢 然後省了多少錢 省多少時間的那種見證這樣子 因為我們以為那個是客戶買單的唯一的 我們以為那是客戶唯一想要的 的結果 但實際上在我自己在做我的經驗 各位可以參考 對 就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走向的話 我發現 我的客戶他們不一定要的是 數字跟成長 他們可能 我們可以提供給他們價值 是可能 他們看見更多 體驗更多 啟發更多 更輕鬆 有情緒上的轉變 這些東西在看起來 你在網頁上面你很難 讓別人感覺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但當他們實際體驗的時候 這個條路會 在他們每一天之間去 感覺到 就像是 有些人可以很長瘦 對不對 但他身上沒有肌肉 然後活動度不好 然後他覺得自己身體很多病痛 他感覺到不舒服 那活得很長也沒有用 活得不是沒有用 活得很長 是痛苦的 所以 長瘦的概念是 你要活得長 身體只有足夠肌肉 新陳代謝一樣跟年輕的時候 一樣好 然後 身體的功能延展性夠高 同時你對你自己的經歷狀態 跟身體的感受是 很有活力的 很開心的 那這件事情就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 就單純只有數字的成長的時候 我看過很多人是 數字成長這樣飆上去了 然後結果 內在不清晰 能量 能量很停滯 然後 不輕鬆 然後覺得心事走肉 然後 他們的能量是萎縮的 最終還是會影響到他們 還是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事業 可是 如果就不只是收入或是營收 那些外在的東西增加 我們也可以協助到他們 他們一整天對他們事業的關係 對金錢的關係 對他們自己 做這些事情是感覺到很 不一樣的 思想上的轉變 情緒上的轉變 他們就會有行為上的轉變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的客戶他們會遇到 我覺得 這個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說的都是 有些是他們 有些是他們跟我講的 有些是我學的 然後 他們為什麼會 突然有這樣轉變的原因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我雖然是一個商業教練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幾乎很少跟他們討論 任何的SOP 任何的萬無一失 任何哪一個權威縮的 保證能賺錢的方法 因為 因為那是一個想像 在他身上有用的方法 在你身上不一定有用 然後在你身上有用的方法 在別人身上也不一定有用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我們會讓他們看見自己的東西 所以真正的功能也不只是 解決問題達到目標 協助他們知道他們的核心價值願景 然後找到我們今天講的那個 非毒性生產力的天然動能 那每一個人的找法都不一樣 這就是商業教練一對一 在做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有了解我們 創意商業教練在做什麼嗎 其實就是有些同學 聽過我們講奇蹟模式 然後 我簡單一點說就是 就是一個會講奇蹟模式 帶客戶成長的教練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不要馬上理解 有理解的話 全數字件是三 但你不一定要用跟我一樣的方式 可是你會get到 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好所以 接下來我們來聊一聊 就是 商業教練的核心 我們這商業教練核心哲學是什麼 它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 各位有看到右邊那張圖嗎 有看到畫奇蹟數字件的9 然後這張圖是有一天 我的靈感突然跑出來 然後我的客戶幫我改的 那 有看到右邊那張圖 好這個是 創意商業教練 我們在coach客戶 我們在協助客戶的時候的哲學 然後 你會看到這個同心圈 同心圓的外圍是 知識工具技術方法 大多數有人在 我們在提供的 我們在思考的就是這些 對 我們想要找這些外在的方法 然後 可是 再往內一層 就是事業成長的策略 就是 你可能用一個策略 行銷策略 你就可以成長 可是再往一層 就是你看見你的天賦跟強優勢 所以你的內在動能 會比一般人更 強烈一點 可是最內層的那個 我把它叫做 你跟生命智慧協同運作 什麼是你跟生命智慧協同運作 就是 各位還記得我剛剛講Sally的一個例子 就是 我有好幾個客戶 我在服務他們的過程 我們不一定要有明確目標與計畫 但是他有些目標就突然達成 就像剛剛Sally突然賺錢的故事 就是 所有的一切都突然水到取成 然後又或者是 我有一個客戶 他是做保險的 然後他想要 他一開始想要增援 他一直在學習別人的萬無一時 那些成功的人 成功增援的人 他就去訪問他們的方法這樣子 然後 他一直想要辦法做這件事情 可是一直不成 然後 可是在我們持續合作 coach的時候 我們就會帶他去看見 OK生命智慧給你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路徑 然後 有什麼事情是在你想像以外 其實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是我會在 我們會帶一些客戶去做的事情 讓他們找到 事業可以成長的麵包蟹是什麼 對 因為其實大多數人阻礙的 只是他們想像 這個做法會成功 大多數人阻礙 就只是這個而已 講起來是蠻好笑 好像蠻簡單的 但是大家很著迷的那件事情 然後所以我就 我就跟我的客戶 我們就幾次的對話 就看見這個東西 所以 他的心就比較鬆 當一個人比較輕鬆 自在喜悅的時候 然後他會更有生產力 更開心的做 他原本在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就有一些神奇的事情發生 我那個客戶他 因為他陌生開發很強 所以 他們整間公司 就是請他去分享陌生開發的方法 然後 他已經沒有在煩惱 不知道怎麼增援的這件事情 我們常講 不知道 其實不代表不會做到 大家都以為一定要知道才能做到 然後他 就是 想說好啊 他就跟所有公司人分享他陌生開發方法 然後辦了幾堂課幾堂講座 然後跟大家一些新進人員分享之類的 然後他觸及你突然為了感謝他說 我直接排人 我直接把我推進 就是有推薦的一個管道 直接都排你下面 類似像 類似像這樣 然後他跟我分享說 好奇怪喔 就是 這事情怎麼發生的 就其實在我 像我剛剛講到那個 我另外一個客戶 那個Lidia的例子也是一樣 就突然有人 就直接幫他開了一個巴掌頭 幫他開幾個班 然後 我自己的事業 很多客戶的事業 我們都是遇到 我們會看見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 其實無處不在 這樣就 講到這邊就有點快要接近 我們今天要講的 臨在的 有沒有人是為了臨在這兩個字來的 有的話前來出時間的9 好不好 我們到講到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出現這個東西 為了臨在這兩個字來的前來出時間的9 臨在跟商業教練到底有什麼關係 OK 有喔 所以 創意商業教練在做的就是 我們最終 我在協助我們自己跟客戶 跟生命智慧協同運作 就會看見 你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神奇的事情會發生的一個 特殊的事業成長 的策略 然後你可能 你規劃好一個漏斗 一個行銷的流程 但是你的客戶 會從 四面八方奇妙的地方跑過來 然後 別人也分析不出來 曾經還有客戶在 一直在猜我到底怎麼做 我說我覺得你是這樣 你是這樣 他講的那些都是我 亂做的東西 都是我沒有做 或是我根本沒有在做好的東西 然後 那什麼是生命智慧呢 我們就直接把他帶入 他就是跟奇蹟模式定義是一樣 其實就是那些 跟你的參與程度成反比 但是他其實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再講一遍跟你的參與程度成反比 但是他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會把它叫奇蹟 對不對 就是你沒有做突然發生了 你沒有 你沒有努力 你沒有太努力還是做什麼 可是呢 就像Sally一樣 突然客戶就說要 他突然就接到一個大的單 然後產品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只是做一個中間人 突然的發生 在世界上 也有很多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 可能很多人在創業的人 在經營事業的人 他們被許多目標 萬無意識的方法給遮蔽了 他們想要找到萬無意識的流程 SOP 他們看不到這個東西 但是 這樣子一個東西 一直都存在的 你不知道 但是他還是在運作的 你不知道你的心跳為什麼要跳 你不知道你的血液為什麼會流動 你不知道太陽怎麼出來的 你不知道這個宇宙怎麼形成的 但是他都在動 他都存在 然後 我們也是這個存在的一部分 你也沒有辦法跟他 協同運作 你就可以 發揮你的創造力 因為你會看見觀察到 別人看不到的 你會看見更多 而且就算別人看到了 你也搶不走的 為什麼 因為那不是他們的 但是我們在之前討論過更進階一點的 就是 看見每個人生命的 你會看見更多的 智慧給你的 事業成長線索 然後當你看見 當我們 自己能夠看見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生命智慧 他就是一個 像離境成長 我們所謂的源頭的概念 所有創造力的來源 所有創新的來源 所有動能的來源 所有能量的來源 所有能量的來源 我們只要回到跟他 同品共振 我們越來越深心靈 我們只要回到跟他一個 同樣的一個狀態 回家的時候 呵呵 你就會 看見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源頭包含什麼 包含 所有的 行銷方法 所有的創業方法 所有的SOP 所有的槓桿 所有的槓桿 是從這裡發展出來的 所以你就不缺方法了 又瞭解什麼 但我們不是叫各位不要去學的方法 就是 還是有些情況下 我們可以去學的 好吧 還是有些情況下可以去學 好 所以 這樣子大家 講到目前為止 OK 有沒有比較瞭解 我們創新商業教練 在做什麼 有稍微可以理解 前瞬間的意義 那大家可能就會有一個 最後幾個問題 好嗎 我們最後就是要教 要來帶到這個東西 好 那你要 我們要怎麼樣跟 生命智慧 協同運作 然後讓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來幫助我們的客戶 跟我們自己 有天然動能跟生產利益 然後跟成長 我們要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終於要帶到我們 今天信件寫的標題 就是 這句話啦 這是我昨天想到的 這是臨在存在的原因 我們說生命智慧是那個 創造的源頭 對不對 但是它 其實 我們也不陌生 我們也不是不知道 我們也不是沒有過 每一個人在創業初期的時候 像剛剛有個同學 就有分享 創業初期的時候 很多人創業初期 都是這個狀態 但是後來就 不知道跑哪去了 對不對 覺得好好玩 那個狀態 那你要怎麼樣去 我這邊寫的是臨在 就是帶領你 還有客戶去通往生命智慧的 那個橋樑 那 那這個能力呢 是我們 創業商業教練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其中一個我覺得 我自己啦 我跟我另外一個合作的教練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共通的技能 不管你是生命教練 療癒師還是商業教練 那 它會是一個核心的一個技能 對 這樣子有了解 林哉跟 商業教練之間關係嗎 我今天繞了一大圈 覺得有 覺得理解的 還可以接受 其他數字鍵的1 好不好 今天互動比較少 所以 OK 好 感謝冠宇 OK 所以接下來要聊的就是 我現在要聊的其實已經是耗了 就是耗 創新商業教練到底要怎麼做 怎麼樣 怎麼樣協助客戶 怎麼樣協助你自己 所以這是為什麼林哉 當然林哉到底是什麼 我們未來 因為我今天比較是focus在商業教練 跟林哉的關係 那我們未來會有機會再談到更多 讓各位體驗到什麼是林哉 然後 會有更多的有關於林哉的一些 一些分享 然後我們在之後 我在有在規劃 林哉是教練的課程 讓大家 讓我們的學生 創新商業教練的學生 可以去更抓到 更掌握到 或者是更能體會到 這兩個字 怎麼樣運用在 幫助別人 跟幫助你自己的事業上 好不好 OK 所以當我們要怎麼樣成為創新商業教練 其實我們的方式是這樣 有 三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最基礎的 生命智慧 不是 生命智慧 啟發式生命教練的基礎課 它是一個 我們錄好的一個16堂課 加上一些demo 以前做的 那是一個基礎 那個其實是一個外在的技巧 外在技術 跟技巧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同心員一樣 對不對 然後臨在世教練呢 他就是一個進階的 他就是引導客戶通往生命智慧的一個技能 然後呢 再更進一步的話 就是你透過前面兩個的基礎 這是三個階段 你透過前面兩個的基礎 然後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就可以透過臨在世教練 然後再協助客戶 在他們創業跟商業上有哪些應用 這就是創新商業教練 我錄好那些課程 在帶的一些事情 OK 這就是創新商業教練 所以那實際上 我們是怎麼樣應用跟結合的這個案例 我今天那個 有幾個我今天有看到 我有私底下跟我的一些客戶去分享 就是我來學商業教練 我來學這個東西 有什麼幫助 可能會有各個不同的角色 對不對 像我也有做保險的客戶 做業的客戶來學教練 然後也有各種不同領域的教練 然後 他們來學這個東西 但是都會有不同的應用 對 我想大家有可能會好奇 就是好那 對我有幫助嗎 如果你想要創業 你想成為商業教練的話 那這個架構 這個三個階段就是從基礎到進階 全部完成 但是你知道 給你自己一兩年的時間 我會這樣建議 因為你時間還有點短 大家都想速成 對不對 但是我的 教法其實是蠻 重實際 實戰 重實際去做的 好 所以 所謂的應用就是 你學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應用在你的事業上面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蠻加分的 當然你也可以從零開始 就是直接成為一個 你想要成為一個商業教練 你喜歡跟 比方說你像我一樣 你喜歡跟創業者接觸 你喜歡跟創業者聊天 然後你希望 你可以為他們盡一分力 就算你不知道 你不明白他的事業 我其實都不明白我客戶的事業 到底是怎麼樣 對嗎 有人做牙醫的 有人做保險的 然後有做教練的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教練 財務教練 還有畫畫教練 我其實不知道 我不需要學他們的專業 因為我要學的 只是商業教練的這個專業 所以 你不一定要會 你客戶所有的東西 但是這一整套 包含零在世教練 就是一個專業 可以讓我們去 協助我們客戶 看見他看不到的東西 好嗎 所以 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應用的結合跟案例 好不好 就是 我現在也是要再朗讀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接受嗎 因為這個是 還可以接受到前數件三 然後朗讀什麼呢 我客戶這幾天 我跟他們問 你就是最近上 創業商業教練的一些轉變 有什麼應用有什麼幫助 然後 他們寫給我的一些分享 好不好 然後 他有四個不同的領域的人 他們的分享 所以我想要 念給大家聽一下 好 第一個是一位人生教練 然後他 他寫給我的是 等一下我看起來 不是這個 他寫給我的是 是這樣子 他一年前來找我的時候 說他想要做線上課程 然後 然後他想要去讓他的事業成長上去 他想要怎麼規模化我的事業體 我要可以 就讓我的事業可以成長 可以賺更多的錢之類的 然後 他想說我是不是要經營 怎麼樣經營我的社群 我是不是要建立一個電子報系統 才可以讓我的事業成長 對不對 這個 大家有沒有聽過類似像這樣的 事業成長的方法 做線上課程 用行銷漏斗 電子報 寫個書 然後 或者是 短影片經營社群 這些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 成功的方法 有聽過話前數件的5 這是一個人 這個是一個人生教練 他跟我分享的 然後 結果一年來 我們現在 我們合作一陣子之後 他跟我的分享是說 他後來真的做了線上課程 但是 是免費的 然後 他有去做一些團體課 他覺得玩過了 然後電子報系統跟寫書 他發現他根本不想用 然後他的Podcast 又是持續的在發酵 然後有一些新的合作 然後他的IG 有上萬人追蹤了 但是他的IG是 佛系隨便發 然後他的一對一 他原本是人生教練 但他來學我們的這個 創新商業教練 他在跟他的客戶 在coach的時候 他覺得他變成 那個 老神在在的 變得很輕鬆很自在的 臨在世教練 讓客戶感覺到很好 可是而且他自己也輕鬆很多 這是一個做少得多的一個方式 然後 他也多了一些 因為他原本是人生教練 不知道創業教練怎麼當 然後但是他現在也有創業的客戶 有很多在經營社群媒體的客戶 來找他 之類的 然後他也有出現有新的商業模式 做聯盟行銷之類的 然後曾經的困擾是那些 原本收入好像不穩定 結果現在不困擾了 然後原本是想要讓他世界規模化成長 也不想了 可是他開始內在躺平 他也沒有學更多新的萬無一時的行銷手法 但是他的收入成長了 這個是大家要聽到重點 對不對 但他收入成長 然後他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玩得很開心 對這是其中一個 對 人生教練的商業上 如果你來是人生教練 療癒師 你來學商業教練 創新商業教練這塊 你學的是我們這個概念 然後 你可以多增加一個 比方說你更輕鬆服務客戶 然後多增加創業者教練的這種服務 對嗎 這是第一個應用 然後第二個應用是 他已經是 我有另外一個客戶 他 本來就已經是 商業教練 創業教練 就是他在 呃 我想要 我想要秀他的那個 影片一下 欸 他的網站是 他本來就是 教IG創業的 的教練 然後叫 Terry啊 然後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他的網站 然後呢 他那個時候 我現在也是要找他的那個 他前幾天寫給我 前兩天寫給我 等一下喔 我念給大家聽 他說什麼 他說 嗯 他說他學創新商業教練之後 對他的幫助是什麼 就是 他之前會很擔心 客戶的 成果的取得 他就是很想要幫客戶取得成果 他一定要負責任 大家 我們在服務別人時候都會有這種 這種 這種感覺嗎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幫助別人 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們才是一個 很負責任的 真的 夠OK的教練 然後 客戶才會喜歡我 會不會有這種這種想法 然後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會被討厭 或是我們就不夠專業 我們就不夠好 就是我們可能會有 這樣的一些想法嗎 OK 好 感謝我們的 一畫的資源 好不好 一畫丟了這個 給我了 好 等一下喔 我給大家看 我覺得還是看個畫面 大家比較有感覺嗎 好 這邊是什麼 這個是 好他沒有 他是祭司型的人 所以他比較沒有那個 沒有他的照片 我一定要找他的照片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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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好 我們的Talia老師 他現在應該也在講他的說明會 對不對 然後他就 寫給我說 他之前 本來會擔心 就是會一直專注 他想要幫客戶創造一些成果 比方創造營收成果 創造數字的成果 可是他發現他潛在的動機 是因為擔心客戶的成果如果不好 他之後就吸引不到客戶來上課 可是在創意商業教練的培訓過程當中 他發現這樣的動機其實是創造出一個 匮乏的循環 對 就是有時候以前 以前那個笑話有時候真的是真的 就是太認真就輸了 哈哈哈哈 你太認真想要幫助這個人 一定要成功 對 結果那個那個狀態 那個能量反會讓他想逃 會讓客戶想逃 然後 會讓客戶不想做 這種感覺 然後他發現如果可以的話 他先幫助什麼 先幫助客戶成功就好 自己的事業就會更成功 然後他不再專注他原本那個 匱乏的那個狀態 然後這個是他在培訓課裡面發現的 就是我們培訓課裡面發現 然後他說課程也有提供實際的教練工具 讓你知道如何一步步和客戶開始展開對話 那從那額外帶出很多豐盛的狀態 就是外面教練課程沒有提到的部分 我覺得對我的客戶和我自己來說 這個陪伴都幫助很大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是創新變現 就是這個課程你是怎麼應用在你自己的這個 創副學院這個事業上面的 他說他今天早上剛好在幫他的進階客戶做一對一的教練 以前的他如果遇到對方有心魔的問題 各位如果你是教任何的外在技巧的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是人 不是事 你面對的是人 但你教的是事 但對方是人 所以會有新的問題 所以他之前遇到客戶的一些心魔的問題的時候 會不知道怎麼處理 他就會一直想辦法專注在優化那些外在的技巧 流程跟策略 可是他在學創新商業教練之後 他就知道可以從這客戶背後的想法跟感受來做探索 然後很多時候真正的卡點 在這些對話的過程中 找到真正的地方 的卡點然後對症下藥 接下來他在整合他自己的那些技術方法流程跟策略 學生覺得透過這樣的方式對他們幫助很大 然後又讓他們的事業進展過程 變得更有信心也更快樂 然後他有客戶調整狀態之後 一個月連收三個高單價的客戶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個客戶 他昨天我在他的IG上面看到 就是調漲到7萬多的課程也賣出去之類的 然後他有一些很好很可愛的分享說什麼 他說 他說創業是一條探索自我道路和過程 而且一路上的覺察和覺醒 會讓你變得越來越有力量的人 這份力量和價值也會幫助到更多的客戶 實現夢想和前進 成為商業教練最好玩的地方是 你會發現前陣子你才經歷過的心魔 過一段時間 你的客戶也會出現 你剛好經歷了 所以你就會很接地氣的可以幫助他們突破 然後你還會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價值 天堂模式我們講的概念 然後讓這份充滿愛跟良善循環 可以打造出更棒的創業生態 戲 然後他最後說 他最後我還是好好的說 他講的就是 他說 如果需要策略跟框架可以找他 所以我們就 一塊有丟這個網址出來 大家如果對想要學這個 一些 因為我有看過他的一些課程 有很多實際的策略流程方法 廣告怎麼下都有 都有交 但是他也會我的東西 所以你就是 他兩個都會 如果大家 特別想要學框架的部分 策略的策略 也可以找他 好嗎 這是 原本就是創業教練的人 然後他 為什麼還要來再學這個創業教練 他的 實際的一個運用 那還有另外一個案例是什麼 我也還有另外一個是畫畫教練 其實他也是類似 但我就覺得 下次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 分享 還是大家會想要聽故事 會想聽前按2 然後 那還好了 前按3 那我們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現在就是念一些 我學生給我的一些 案例跟分享 他們怎麼樣去 運用的部分 大家還在嗎 今天還在嗎 哦 就是 好 有人想聽嗎 我就 我還是 簡單的講一下 好 我找一下他的那個 嗯 IG 這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來 來 我來秀一下我的畫面 現在有看到我畫面嗎 有一個IG的帳號 有看到畫前數字件的9 那 他也是不同行業的人嗎 對不對 他是 畫家 自育系差畫家 藝術家 然後他有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畫畫的線上課程 在台灣賣的 是賣9000多個人嗎 還是多少 很厲害的一個 一個學生 然後很認真的一個 一個 一個畫畫老師 他說他來學 學教練科 學創業上的教練 他發現是 他以前都會傾向是當他服務別人時候 有給很多建議 很多標準 很多方法 可是當發現學生都做不來 然後容易放棄 然後就容易 沒有自信 然後就漸漸的消失 他以前發現是這樣 但後來學教練之後 他練習更少的控制跟期待 有更多的聆聽跟 跟提問 以前講很多句都不知道學生 到底有沒有懂 但現在他改成用教練的這個方式的時候 學員會自己找到答案 他說這個很做少得多 然後學員來找他諮詢的時候 通常會找回自己當初畫畫的時候的初心跟 跟靈感 找回初心 然後突然就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了 然後但是在這個服務的過程 他是很做少得多的方式 然後另外他寫給我的這個分享是說 他覺得畫畫跟創造力很有關係 直接的關係 他以前很關注技法跟方法 思考與教學的重點是 怎麼樣提升別人的畫技 然後畫得更好看 經營事業的重點也是 我該怎麼做才可以更成功 可是當他在我們持續的有一對一 或是跟商業 這個來學創新商業教練之後 他現在更關心的是創造跟連結 他更多思考是如何透過覺察 與觀察當下來找到靈感 這是我們一對一周常常在講 然後如果透過創作傳達自身的感受 還有那個與觀者的連結 然後他在這樣子結合的過程中 他發現是一個用創作去覺察 放鬆療癒自己跟他人的一個旅途 然後以前他相信創業是辛苦的 賺錢是困難的 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 焦慮跟痛苦是成長必要的過程 但是這一年來 他發現這些都只是框架 不是真的 他現在更享受的是 創業可以享受的 賺錢可以有趣的 成功是樂在其中的 覺察與堅強是成長的養分 我其實這幾天就是在看他們的分享 我自己是 我自己就覺得他也蠻療癒的 也蠻感動的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就是 創造一個天堂模式的事業嗎 就是 你的這個事業體 他不是一個 毒性生產力的一個 你的傳遞 你的事業是 你會傳遞一個幸福能量給 說幸福也是蠻 不知道怎麼說 反正你會 用一個自在輕鬆的狀態 感染你周遭的客戶 合作夥伴跟你的 還有他們 他們也會傳出去 他們的家人 也會 也會感覺到 最近 這個誰誰誰怎麼特別開心 之類的 好嗎 我們今天最後 今天很巧的是 我前陣子有個學員 他也是跟我們一兩三年 然後就說 他很想要錄見證給我 我就心裡想 我沒有要跟你要 我沒有要跟你要 他說 老師我之前就說要錄見證給你 我一直沒有錄 最近很忙一直開課 然後一直直播 然後什麼的 我說沒關係你就 就忙你的 你忙你的是好事 對啊 然後結果他今天就 突然拿給我了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一個巧合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是剛好今天 今天我剛好想要講大家的故事 然後他就錄了一個這樣的見證給我 然後 然後我聽完他的故事其實也 也 也蠻感動的 然後 我給他 我放一個影片給大家看好不好 大家可以用 三個數字鍵的吧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兩分鐘的 他隔了好幾個月 就自己錄給我的客戶見證分享 這是另外一個老師 他就是 交直播會議的 然後他等一下自己會講 我放給大家看就好 還有現在有看到影片嗎 有看到話前數字鍵的吧 我們現在講的是 因為我喜歡用講故事的方式 所以 我直接讓大家 看這些人 實際上的案例 你可能會比較有靈感 如果你想學這個東西 或是你現在已經在學這個東西 或是你要怎麼把 我們所有這個生命智慧靈在 的這個概念 跟商業結合 到底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是給大家直接看案例 好嗎 這是我比較習慣的這個方式 好我們來放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Wendy老師 我是優雅培訓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也是直播銷獎實戰教練 專門協助實體課的老師 用一場90分鐘的直播講座 銷售出3萬元的線上課 我真的非常推薦 新陳老師的奇蹟課程 我是在去年有參加 新陳老師的課 那個時候我落入了一個 應該怎麼樣的模式 我覺得我如果沒有那樣子做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成功 我會覺得我在工作的時候 會有點卡卡的 也不是做得很開心 但心裡面一直會有一個 迷思的萬無一失的模式 那參加了新陳老師的奇蹟課程之後 我才知道 其實任何方式它都是有效的 我們可以去選擇 讓自己的好奇心跟冒險的心 走在我們的前面去看看 如果這樣做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而且實際上這世界上 並沒有任何萬無一失的商業計畫 或商業模式 當我轉化了自己的心態之後 我就發現我更容易去判斷 哪些方式是我不想做的 哪些方式是我很想要嘗試看看的 那做成功做失敗我都不在意 因為我就是很想要試試看 可以滿足我的挑戰跟好奇心 那實際上做成功了 哇那就更開心了 所以新陳老師的奇蹟模式課程 的確對我幫助很大 而且我大概在一兩個月之內 我就找到了我的方向 會結合我的目標模式 然後奇蹟模式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我自己的工作跟事業做得很開心 我也輔導我的學員 那他們也實際上 從兩三千塊的平價課 成功的銷售出三萬元的線上課 我覺得我現在做的真的是一個住人住己的工作 而且我跟我的學員 我們都可以成為長長久久合作夥伴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新陳老師 他幫助我一個人 但是我學到的東西 我可以幫助到更多更多的學員 如果你現在正在卡關當中 不管是人生或是商業卡關 歡迎你找新陳老師聊一聊 OK 給這個影片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我為什麼要笑 我覺得 因為我很久沒有 沒有用這樣的 就是放這樣客戶見證的那種影片的感覺 通常都直接跟客戶在上面聊天 好 給這個 這個Wendy老師 三個初次見的巴 掌聲鼓勵一下 他是很真心的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很會 真的很會講話對不對 管是直播想要講的老師 很會講話 然後 他是 這個人也很純真 就是我們有見過幾次面 我們辦現場活動 然後 然後他來上課就很有收穫 有跟我一堆幾次 他就不時會說他 他要錄這個東西給我這樣子 然後我說 我說 對啊 好啊 就是很感謝他 但是我今天看完是 蠻感動的 其實讓我最感動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讓我最感動的地方 也 不是說這些學 不是說我自己多厲害 不是 我覺得 反正我不覺得我很厲害 然後 但他們好厲害 然後 我覺得 比較感動的事情是 好像一種 從 傳播那個毒性生產力 就是我們把蘿蔔編制模式 我們一起 把這個世界 就是那些 對自己很大壓力 然後 一直把自己當驢子的那個 現象 我們大家一起把它轉化成 大家一起玩泥巴的模式 然後所以他們的客戶也 也開始 客戶也開心 對 不是說只有我的客戶成功 是我的客戶的成功 來自於他讓他的客戶成功 開心 快樂 輕鬆 自在 啟發 然後這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蠻感動的地方 然後今天看到我一度覺得 他們的分享我就覺得 很感動 然後順便跟大家回顧一下 一年前一年後什麼 就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所以我想說的是 這個就是我們 商業教練 創新商業教育 跟臨在之間的關係 當然我們今天 沒有辦法在 這麼短時間 我再多講 到底臨在 是怎麼樣 然後讓大家體驗 可是 如果你 聽到這邊 你也對這個整個理念感興趣 對 創新商業教練 幫助一個人更有創造力 在他事業上面 更玩耍的在他事業上 經營上面 然後變成一個善的影響 透過 成為商業教練這件事情 你也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在我們LINE AT裡面 來詢問我們的 那個 儀化 然後 你可以來先跟我諮詢一次 然後我們看看 你可能有一些問題 然後你也可以體驗一下 我們一對一的教練 體驗一下 臨在教練跟商業教練的結合 是什麼 然後我們看看 這課程是不是適合你 好嗎 有興趣的話 然後最後呢 你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說的那個 那個 我朗讀那篇文章嗎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還記得的話前輸之間的1 那 那篇文章的那個 是我那個合作的一個教練 他所寫的一篇文章 我給大家看一下 來喔 現在有 看到 我的畫面嗎 也是這個嗎 有看到我畫面畫前輸之間的9 OK 那 我跟拿他下來就是這幾個 這今年都有一些合作 因為 有一些共通的 共通的一些概念 然後 但他稍微聊癒一點 我稍微商議一點 但我們有一個共通的觀點 就是有關於臨在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會 也蠻喜歡私底下去討論這些東西 如果大家 有興趣去把我剛剛一開始練的那個文章給看完的話 你可以到他的那個這個頁面 對 對 這篇文章 對 你可以感覺一下東京的兩翼 然後 在未來我也有機會再找他來給我們的同學示範一下 什麼是臨在的那個 臨在是教練的一些 一些體驗 也就是 在未來創新商業教練這個課裡面 就是 也會有 跟Natasha的這個臨在是教練的 系列的這個課程在裡面 我會安排這樣的課程給大家 讓大家去體驗到底臨在是什麼 然後 你怎麼樣跟生命智慧同頻 然後再在過程中產生一些智慧 你再跟商業教練的這些應用 去做結合 對 然後 我們網站上面也有商業教練一些 一些說明 就是商業教練到底在講什麼 OK 然後這篇文章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把它看完 我覺得其實蠻療癒的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要教大家 如果你對 你對他的這個電子報很興趣 有興趣的話 因為 Natasha教練是一個 很會深入去思考一件事情的 本質的人 然後 他的文章就會在 透過他的整個體驗 去淬煉成這些 簡短又有力的文字 然後他現在最近都專注在哪裡 專注在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教練 然後現在好像很少人 好像現在不給約嗎 還是怎麼樣 比較少啦 對 名額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想要接收他的一些訊息 有一些思考沉澱的話 他有這樣Email的服務 對對對 你可以 在這個地方訂閱 好不好 我丟給大家 也歡迎大家來訂閱他的 電子報 然後讓他的文字 可以帶一些療癒的力量給大家 好嗎 所以今天 大概到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對於 創新商業教練 有些概念 跟一些收穫 那如果 就像我說 如果你也對這個 感興趣 你覺得這個 還蠻不錯的 那也歡迎各位 可以來找我們諮詢 或是一起來 學 創新商業教練的這個部分 好嗎 有沒有任何問題 哇 剛好10點10分 我覺得 今天 雖然我頭痛 但是好在 太油 我用了冰仁呼吸法 所以我今天沒有太魚無倫次 我在開箱之前 冰仁呼吸法一下 因為我最有泡冰水 我其實真的就身體熱起來 然後我的頭就有舒服一點 Aaron有問問題 大家有問題可以現在問 給大家一些時間 如果真的 一如有的話 Aaron說 小文老師如何辦到呢 去選擇自己興趣的東西 做是必要的嗎 工作通常不是如此 怎麼辦 這個問題蠻 蠻 蠻常見的 對不對 就是 簡單的回答 就是 我在奇蹟模式裡面有講一堂課 我們在講賺錢的方程式 那賺錢方程式裡面 我們去破解了很多關於賺錢的迷思 有其中一個迷思叫做 做你熱愛做的事情 金錢就會自然流進來 各位有聽過嗎 喜歡這個說法解案書之間的三 就是做你熱愛的事情 金錢會自然流進來 有聽過 Aaron有聽過 我簡單的用回答的 對對對 但是 可能下一次我們 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每個月都會辦一些免費公益體驗的活動 那今天比較是分享會的方式 所以我朗讀了東西給大家 但是 下次有機會我會有一些主題 然後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開放更多一對一的 是你可以開麥克風 然後我們可以有機會 對話 然後我們可以深入去 也算是體驗 什麼是商業教練 讓大家體驗 跟我們對話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再 再看看 你自己是不是要提供這樣的服務給你的客戶 或是你自己要走這一行 好 但是今天我想說的是 我們時間關係有簡單的回答 好嗎 我們有聽過 做有熱情的事情 金錢會自動流進來 當然不一定可能是自動 可是 這是真的嗎 其實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想法 是一個想像 對一個美好的一個想法 但是 就像你說的 我們去工作 不是做自己有興趣的 但是我們去工作還是有錢嗎 所以沒有 不用做自己有熱情的事情 錢一回進來 這是一回事 對不對 然後 但是 如果我們可以做 我們感熱情的事情 的話 它也有好處 它的好處就是 你會比較能夠容易的 像玩泥巴的方式 對 然後 你會 能夠堅持比較久 你能夠比較 不計後果 因為你想 你喜歡那個過程 所以熱情的好處是這樣 它其實跟賺錢不是有絕對的關係 但如果你 你賺錢的事情是剛好你有熱情 就很OK 對不對 然後 Aaron想問的是 如何辦到什麼 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選擇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它不是必要的 它只是會不錯 我想要回答的是這個地方 它不是必要的 對 因為不是說必要 不是說一定要這樣做 你才能賺到很多錢 還是怎麼樣 只是 可能 會 更容易 做得更久 然後 更有一些動力吧 好 OK 然後通常工作不是如此 就像是 我通常 我都會給我們的 如果你是比較新手的人 然後你想要 成為一個 不管是什麼教練 身邊教練 或是你想要去創業 你想要做 你想要把自己時間 給你自己 然後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這個通常有一些 有一些細微的覺察是 我通常不會建議 我先講 我不會建議 現在不太會建議大家 就破釜沈州辭職創業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在你可能沒有太多的 保障的存款的情況下 就算 有 對一般人來說 壓力也是會大的 因為完全沒有收入進來 然後 所以創業不熟 也沒有學過 會有一些 不知道怎麼馬上 創造收入的 的可能性跟期間 那那個壓力會有點大 可是當你有 也有這樣的 金錢壓力的時候 你去創業 你面對客戶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 蘿蔔編子的燃料了 除非是一些 可以把自己狀態 管理得很好的人 就是可以 可能 或者是願意走這條路的人 像我當時就是願意走這條路 但是當時壓力真的很大 好不好 就是 所以 我們如果是這樣 有金錢壓力很大 狀態去創業 我就會 我們就會把 把壓力帶給客戶 把客戶當成獵物 然後沒有人喜歡被當獵物嘛 對不對 我們喜歡跟我們喜歡的人合作 我們喜歡可以跟幫助到我們的人 買東西 所以那樣創業的狀態 就比較像我們一開始說的 他會比較有毒性生產力的 所以 如果你現在就是還在工作 我會覺得用工作之餘先去嘗試一些 你想要你有興趣的事情 我覺得也蠻好的 然後你的想法可以 我常跟大家講 有些想法可以被接受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工作當作是你的 你是一個藝術家 你私底下做的事情 很真正重要的事情 你的工作是你的贊助商 就好像有某個國家的國王 去請達文西畫一幅畫 達文西才有錢 你可以繼續 才可以生活 然後甚至可以去做他想做其他的研究 這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你會遇到一個很自在輕鬆的狀態 經營你的自己的興趣的事情 然後那這個輕鬆自在的狀態 不一定就真的會比較慢 好嗎 我現在是這樣想的 因為輕鬆自在是有創造力的 你有可能可以做少得多 你有可能有些創新的想法的 然後你的能量狀態 是可以吸引很多 會被你吸引來的人的 所以 就是 兼職的做也沒有什麼不好 就把工作當作贊助商 那 大家 有些人不願意這樣做的問題 會是什麼 會是 其實是我們對於工作的想法 很多人想要創業 他告訴我說 我們在一堆以前都常遇到這樣的朋友 我現在不想做我想工作 我想去創業什麼 但是 他起心動念是逃離 他的 他做這件事情的那個 第一個想法是 他很討厭他的工作 他很討厭在這個地方上班 然後 所以他的這個行動 去創造 創業的這個行動是 建立在痛苦上面的 它是一個燃料嘛 它是一個鞭子 那當然不是說你去這樣做就不會成功 可是就像我說的一樣 就是 我們可以這樣去做 我們可以去 在 我們可以就去創業 因為你很討厭你的工作 你想要逃 然後 這個鞭子鞭打你去做 可是 有可能會 會成功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去看 你做這件事情 的那個起心動念是什麼 因為它會影響你做 你這個燃料 它會影響你去 去創業的時候 你做的每一件決策 因為你的得失心可能會很重 你可能會有一定的焦慮 因為如果你失敗了 對不對 你就要回去上班 然後你就要回去很討厭你的那個環境 你是被一個 這個聽起來是很很合理的對不對 但是 這一點點細微的 能量跟思想 會影響你做的每一個決策 很有可能的事情就是 你去做了那些 你以為你有興趣的事情 去創業的時候 你所擬定的計畫 都是為了不要讓你可以 再回到你的工作崗位上 而去擬定的 然後那些行動裡面 會有一些你其實不喜歡 你不是真的喜歡的事情 你不是真的想做的事情 你不是真的想接的客戶 然後你可能成功 你也可能失敗 但你成功之後呢 你又不想面對你的客戶 因為這個世界被你打造成 它是同樣的那個能量專案做出來的 這是我覺得這是有可能遇到的 這是我不知道會不會講太細 但是 呃 所以我會比較 比較 比較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興趣 可以去賺錢 那就去啊 然後 但如果現階段不允許 你馬上完全投入在裡面的話 那你的工作怎麼辦呢 那你的工作就是好好的 你的工作就是 它是個贊助商嘛 它讓你有錢進來嘛 因為你可能混了一陣子 你也知道該怎麼混了嘛 拿了電話 拿了一些資料 在公司那邊跑跑去這樣子 就老闆就不要加薪了 覺得你很忙你很厲害之類的 對 有些人在那邊 環境呆久 就知道怎麼混了 然後都過了去 然後事情也可以做得好這樣子 人類是有能力這樣做的 可是另外一塊是 讓我們很想逃離的 的那個想法是因為 我們認為我們很討厭這個東西 我們就不會 我們就沒有辦法享受它 可是其實 人類有一個特別的天分 是可以 我們可以享受 我們做的任何事情 這是比較 如果你這個狀態的話 我就會有這個建議 就是 我們奇蹟模式裡面 叫做參與是享受 就是 有的時候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要做什麼 可是你現在做的事情 你又不喜歡 如果我們這樣看待事情 我們就會把這整個東西 搞得亂七八糟 我們就會 把我們人生搞得很沮喪 可是 追根究底 我們想要做 我們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想要 想要賺錢還是什麼 我們追根究底要的就是 一份快樂 一份輕鬆 一份自在 我們真正要的其實就是享受 可是 享受的感覺 其實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享受 只要我們不去 給工作下一個定義 我們不去定義 什麼東西是喜歡 什麼東西叫不喜歡 我們就只是單純的 當下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好好的做 這個狀態會讓你體驗到 人可以享受任何事情 然後當你進入到這個 享受任何事情的狀態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一些奇妙的事情 就會發生 你會進入一個所謂的 臨在的狀態 這是臨在 那這個臨在的狀態 會讓你看見 或是 一些生命本來就存在的 屬於你的一些機會 我有些客戶 他們這樣去做了之後 他可能也有兩個工作 當他這樣子的方式 去享受他原本 以為他不喜歡的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其中一個客戶 他突然他的工作 變成跟他的創業 變成相關性的 他就只要做一件事情 然後這怎麼發生 我們不知道 但是 也不是說 這是一個保證你 這樣做就會發生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的人 但是可以 我覺得可以保證的是 你可以 享受任何當下 你在參與的事情 我不知道這樣回答Aaron 你不覺得 有機會的話 下次我們可以 再聊 希望這樣對你有幫助 有幫助嗎 有的話 可以跟我講一下 好我們有另外一個朋友說 請問可以如何保持 玩泥巴的模式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臨在 這個就是臨在式教練 同時在修煉的東西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有些東西 需要體驗啦 我們我們下一次 我覺得可以 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 可以再來聊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因為比較沒有開麥克風 我會比較有點 不知道 Tasha我知道你的感覺 我知道你的感覺 就好像沒有互動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接收到 我不知道 我回答到底是你需要的 有時候我回答之後 也會虛虛的 好嗎 所以 需要大家的一些回饋 然後 那個 卡爾特說 說得太重了 新陳老師 你是不是剛剛回答那個部分 實密訊息 然後 對 如何保持玩泥巴模式 這個 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 像卡爾特當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何保持玩泥巴模式 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 這沒有絕對 大家也可以問 大家是不是會有 你會有這個問題跟想法 就是如何保持 玩泥巴模式 或是如何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這個 很吊詭 你說很吊詭嗎 那其實也 需要一些體驗的 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 知道如何去做的時候 它 隱隱約約是一個 一個目標嘛 它是一個我們要去的一個方向 有點恐懼自己又變回很認真很認真的狀態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它其實把玩泥巴跟恐懼變成一個 蘿坡跟一個鞭子的一個 一條路線 因為我們隱隱約約設定一個目標 好像我們需要做什麼 才可以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在我們 我們這個活動的email寫的很有趣 是AI幫我寫的 然後另外一個 一畫GPT幫我修改的 因為我覺得它寫的不錯 所以我就直接發出去 因為它有知道我的我的AI 我有告訴它我的課程是什麼 所以它有 它幫我寫了一封email 我不知道各位是接收到email來的嗎 我覺得它寫的蠻好的 它裡面有寫到 我到現在也寫的 它說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處在一個狀態嗎 還是怎麼樣 當你存 你處在一個存在本身 本質的時候之類的 然後你跟你的客戶之間 就特別有一些 不一樣的解決方案 產生了 對就是這個 這個答案就跟玩泥巴的這個 我的答案會是一樣的 就是 當你 想著 我要 Sally我那個客戶 他就遇過這個 他就進入過這個 陷阱過 大家知道玩泥巴的時候 他就一直想著 我要如何玩泥巴 不對我現在不會玩泥巴 我要現在要玩泥巴 但是這個就 哪有小朋友會這樣子玩 就是 不是這樣的就是 當你有一個想要 你想要如何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沒有再 你就跑掉 因為你的蘿蔔片子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說 玩泥巴跟生命智慧是一個 同樣頻率的一個狀態 所以那個狀態是一個 所以臨在是一條 前進的路線 那臨在就是你去看見 你有這些 你有這個想法 但是玩泥巴其實是一個 存在本身的原廠的設定 它是你本來 你的原廠設定 你跟宇宙最契合的一個狀態 你本來就是這樣子 對 但是你創造一個思想 就是我要如何到那邊 那你就 就不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好像有點 那你要 你要怎麼體驗到這件事情 是 嗯就是我們之後的挑戰 會讓大家有一些機會 去體驗什麼是 臨在是教練 然後跟萬泥巴之間的關係 這個主題蠻好的 就是大家可以深呼吸一下嗎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可以朗讀另外一個 我們的 Natachia教練的 文章給大家聽 因為我現在要講的 其實就是這個觀念 大家原諒我今天有點頭痛 所以 我就是想到一些捷徑 可以嗎 因為他在這裡面講的 就是你 你說的 然後順便再幫他 再幫他分享一下 就是可以訂閱他電子報 等一下我找一下 那個 啊我在 那個訊息對話裡面就 我念一小段就好了 就是 剛好今天有 有有有有講到 嗯 好像不是這一篇 哦有啦有啦 我直接念一半 允許的力量 好吧 允許力量來自於不干涉 來自於慈悲的凝視 來自當困難經驗出現的時候 你轉身面向他 與他同在 你放開你頭腦 對於必須有所作為的執著 這個必須有所作為是什麼 就是 我要如何 進入碗尼巴的狀態 然後 或者是 我很害怕我 你會變成很認真 認真狀態 這就是你想要有所作為 當你轉身面對他 與他同在 允許 慈悲的凝視 你會在心裡 創造一個空間 然後讓本心 讓身心本具的智慧 可以發揮作用來協助你 回到這個平穩慈悲的狀態 你可以 我們可以讓自己 在這邊待久一點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如果你已經 如果那是我們原本就有的東西 我們就不需要去找他 好嗎 這個狼毒有幫助嗎 卡頭 對 沒想到會用上 吉皮疙瘩 你看 所以要 繼續來 有機會可以再來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你 訂閱一下 那電子報跟 下次也還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好嗎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簡單回答 因為有Alan在問 那我們就要結束今天的活動 好 蠻嚮往找到天賦的人 想了解天賦可以有方法找得到嗎 可以透過測驗還是自己摸索呢 這次都來啊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對 你可以找一些天賦測驗 自己摸索 然後找個教練 然後去詢問一些朋友 你覺得我擅長什麼 你覺得 我做什麼很輕鬆 但是對你來說不是 但是對你來說卻沒有那麼輕鬆 然後是問自己喜歡什麼 我過去有哪些成就 然後我曾經最快樂的事情 是哪些東西 哪些回憶 那我是用怎麼 我是用哪些能力去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周遭人怎麼看 最會鼓勵我的朋友 會怎麼說 會怎麼說我 怎麼形容我 他們覺得我擅長什麼 那我討厭什麼 我最失敗的回憶是什麼 我學到了什麼 從這些問題裡面找到 我講的有點快喔 所以 你可以 看回放 好不好我們可能會有回放 對 OK 他想分享他那個 他想分享他的文章 允許的力量 對這個也是 我覺得是一條 確實在他的問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一條進入到 彎尼巴狀態的一個路徑 對 然後那是我們一些進階課裡面 我也會想要跟大家帶的 對 因為 這裡面還是有些很細微的觀察 只要看見了就 就OK了 好吧 今天的分享 大家有清楚 並且有幫助嗎 覺得有些收穫 然後也清楚知道 創新商業教練在幹嘛的 跟您在有什麼關係的 請按數字鍵的三個八 那我最後呢 還是期待可以看看大家 所以我們今天的結束 可以的話啦 就是你可以打開你的視訊鏡頭 跟麥克風 跟大家說一聲 晚安 拜拜 對 大家是比較 晚安 拜拜 OK 感謝卡特 晚安 晚安 拜拜 一些小生活 不哭 每一生 都 等於 達 好